文化文化 文化文化 壁畫跟建築體就是 關係真的很緊密 跟其他文物不一樣 壁畫一旦被截取 它就跟它的出生地分離 那這件事情是蠻嚴重的 那我覺得價值會減少 蠻可惜 看到這個壁畫呢 因為它是浮術 那它就是頭的部分 它可能是有模型去翻模 然後再貼上去 那身體的部分是用慢刀 稍微做出立體感 所以遇到這樣的東西 然後加上這樣的作品 然後再加上它上面有非常多的裂痕 那首先我們第一個就要懷疑說 那這一個在浮術的部分是否有空骨 那在空骨的部分呢 我們會觀察這個裂痕 然後再試著會去敲擊它 那在敲擊它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用就是修復式的話 你可以用手 然後加上你的聽力就可以判斷 那我們可能盡可能就是 也許鑽在裂痕上面 然後盡量不要去破壞這個墨線 因為墨線是藝術家的一個創作 它的一個表現 那這個墨線我們是很難去復原的 所以我們盡量不會在墨線上面 其實在歷史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能要小心就是說 我們做的改變是不是會讓觀者 就是突然的覺得不適應 尤其是我們的壁畫這個文物 是屬於開放空間 大家仍來仍往會接觸它 所以譬如說在清潔這個方面的話 就是我們在清潔程度就是會做一個統一跟和諧 然後不會以為說要把所有東西都移除 回復到它最原始的狀況 修復師其實並不是創作者 那我們就是在後面做的是比較支援 然後延續它的生命的人 壁畫能夠繼續在這個建築體裡面 然後仍然就是能夠可以看得到它的面貌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會讓我覺得非常的開心跟驕傲這樣